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所为有所不为 你自己去选择 你说改不起来的喔 是你真心不想改 我不想运动 请问怎么样我才能去运动 啊就去运动啊 我不想戒烟 我不抽烟会死 我现在把你关起来 我不给你烟 你会不会死 你不会死 你不会死 我就打死你 要不要 我一定要喝酒啦 不喝酒睡不着 是喔 我现在不给你喝酒 我把你关个三天三夜 你睡不睡 你睡下去我就 一家早就男趴 就是人嘛 因为一个习惯性的问题 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你的生活 你就会找很多的借口 你懂我意思吗 就像说 会偷情的男人 我没有办法 我就是个浪子 哎呦喂啊 哎呦我长那么帅 风情万种 哎呦我看到女人不干 我就男趴羊 是吗 多羊 借口嘛 借口嘛 我就是没有办法不偷吃 哈哈 是不是 我就是 我就是没有办法不吃 好 不吃 我就是不能改变我的饮食习惯 我就是 你娘咧 早餐是要来买可乐 不给我喝 我快死了 快死了 你真的会死吗 真的会死吗 那不会 所以人是怎么样 一个转念 我这不是宣传宗教 其实也是一种宗教的概念 就是 当你需要一个东西 你也可以不需要 这个听起来很哲学 那其实就是人的习惯 其实就是人的习惯 不好的事物一直改不起来 为什么 因为你不想做 因为他会经历一段痛苦 所以你不想要去经历这段痛苦 比如说你不给我喝糖 我就会嗜糖 我就会想喝糖 废话 废话 你不给我吃那么多 我就会想吃那么多 稍微一点肚子饿 我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我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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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饥饿感 我一定要吃他妈的十碗饭 我一定要他妈的炸鸡桶吃两桶 我一定要 先来个珍珠奶茶全糖素素口 我才开心 那这样子的话 那真的神也难救啊 没有 教你怎么做 是你要不要这样做 你要这样做 就做就好 你要这样做就直接做 不抽烟 那你就不要买烟 身上不要有烟 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 所以我要 我要饮食习惯 我就会清淡 我就会清淡 你上我去看什么叫清淡饮食 什么叫干净饮食 干干净净的去弄 弄过来买过来 就吃 吃一天吃两天 吃十天也就习惯了 也就习惯了 偶尔想吃个不好的 没关系 馆长说可以happy day 一个礼拜吃一次 或是十天吃一次 喝酒 不要常常喝 天天喝 常常喝 没日没夜的喝 一个礼拜小酌个两天 上班会上班 去运动 人本来就要控制自己了 是不是 什么事情 都可以找到借口 我看到女人我就想干 为什么不能干 因为你会被关 所以你要有自制力 我看到人就想杀 你娘七八 我还想放火烧店 我还想你娘杀死千我钱的人 我还想 不能 不能做 为什么 因为做了你会得到什么 那相对的你把这个观念 传到自己身上 你再吃下去你会死 什么时候死不知道 但是你会死 你可能没有办法常明白 你可能会很多病 躺在床上 哎呦喂啊 起来尿尿 大便都要靠人家福 你要过这种生活 你还没有 看完全世界的动漫 全世界的A片 你就这样走了 这样捨得划得来吗 所以你要为了健康着想 人多活一天 是一天嘛 是不是 多活一天 就多看一天的黑片嘛 多看一天的动漫嘛 多玩一天的游戏嘛 多 呼吸新鲜空气嘛 多赚一天的钱嘛 那你你借不掉 其实就是自己踢自己找借口 我有什么方法 方法就是直接就不要做 直接就不要吃 我不是你爸爸妈妈 你爸爸妈妈讲话 不一定会听 就像很多 很多人跟管长讲 管长你讲一下 你讲一下 我小孩都不听我的都听你的 真的吗 真的吗 不是 真的不是这样子 不是不听我的 不听你的 是你讲话不够 你讲话有时候 是一针见血啊 是难听啊 所以有时候听听 看 人家常常讲 忠言逆耳 良药苦口 我讲话很难听很直接啊 我没有叫你改 你就不要改就好了 管长我很想要改变我的饮食 但是我改不下怎么办 吃啊 人生在世嘛 活那么长干嘛 虽然说你吃太多 会让你磁气素产生 会让你仰尾嘛 对不对 老二硬筋也会缩短一点嘛 对不对 雄气素会急速驾降嘛 运动能力会变差 骨头会输松 随便撞一下 可能骨头断 可能越来越胖 对不对 可能会失去生命 可能会没办法手感 但没关系吃嘛 如果不吃人生在世 就吃嘛 对不对 糖尿病高血压 反正有见老保嘛 就过着吃药的生活 打胰岛素嘛 然后之后就会很瘦 医生说 你这个快死了 不然眼睛瞎掉嘛 不然就要锯腿锯手的 不然就洗肾 三天两天就要去医院 躺在那边 一躺就要躺四个小时 不能动 随时有死掉的风险 洗肾嘛 就洗嘛 就吃嘛 那有什么关系呢 是不是 吃嘛 人啊 人啊 总是到了最后才会后悔 那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没有后悔药 你没有时光机给你做回去跟你 欸你不要这样吃啊 我是未来十年后的你 我快死了 好不好 你不要这样吃 唉 谢谢董内啊 我什么时候要成为台湾首富啊 哈哈 就看明天这一档了 好不好 明天这一档 如果一个人可以买个几千件之类的 我有一百多万粉丝嘛 瞬间 就成为好几亿啊 好几亿的富翁啊 呵呵呵 啊后天 是不是 呵 台湾两千三百万人 有五百万个家庭 明天 把我网站扫光 预购 对 钱先来嘛 因为你忠诚嘛 那明天可能要改一下啊 预购日期 2034年才能交货 没有办法 不好意思 十几年后才能交货 十几年后才能交货 因为我们这样 我们这个 Sleep Bar 我们这个拖鞋已经 热销齁 热销齁 这个 几千万双 没有办法 各位 交期要等到 2024年 2034年 甚至2040年才能交货 好不好 好不好 没有办法 这个T恤也是 好不好 没有办法 太多人订购了 好不好 保健品空腹可以吃吗 No 保健品 餐后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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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人是这样子啦 就是 益生菌早上起床可以直接吃吗 可以啊 餐前吃 餐后吃 都可以啊 其实人喔 你要做到一个自我管控 不难啦 先转念一下 各位没有那种很想做的事 然后去努力过吗 有嘛 我打个比方 比如讲说你很想要过一款游戏 你很想要练等级 大家应该都有过吧 现在应该 没有人没有玩过游戏练过等级吧 应该都有过吧 手游 pc game p4 p5 xbox switch 都有等级概念嘛 你为什么想要练等级 你想要变强 你想要过这个关卡 OKOK 人生也是这样 你把这个概念 你把这个冲进 转化成 你身体的每一个行动 那就对啦 你今天要升级 你今天要练等 就是不要吃垃圾食物 懂我意思吗 不要 养成不良的习惯 不要做 说做好的习惯 就是运动 在当做练等嘛 有时候你的一个转练 不就可以做了吗 啊我好累 你练等会觉得累 不会 再累你还不是在那边 砍怪 砍了钥匙不妥 再累都要再练 熬夜 为什么因为觉得有趣 觉得他非常有趣 相对的 你把你的心去转换嘛 你觉得吃干净的食物 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 也不做吃啊 所以说干净的食物不好吃 那是你不会弄 或者说你根本不会搭配啊 去研究嘛 花心思嘛 你今天你要过一个游戏 你为他妈的上去找攻略 你为他妈看YouTube 人家直播怎么打 那你今天要去吃干净的饮食 你怎么不去看人家怎么煮 奇怪捏 你 明明对自己 明明自己身体是最重要的事情 你他妈的都可以这样乱搞 我在那边在劝势 好不好 听得下去 听得下去 听不下去 你骂七八随便 要听不听 转一个念嘛 那你各位都会 活着既愉快又健康 既强壮又充满自信 不是很好吗 不是很好吗 你为什么一直要问女人的心 我跟你讲啦 这个世界上 有千千万万个女人 就有千千万万种相处的方式 每一个女人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每一个女人 都是要用不一样的方式 没有一个 但是 我要说你要有一副很开朗的 追女生 我觉得大方 是最重要的 不怕失败 那你一定交得到女朋友 你在那边 哎呦 糾结 在那边 要讲不讲的 女孩子就喜欢大方的人 他可以拒绝你 你就让他拒绝嘛 也许他认为你很不礼貌 也许他认为不喜欢你这个人 OK 找一找 我的个性就是这样 找找找的结束 找一个适合你的人吧 但是就是要大方跟人家讲 大方的说出来 那就没有问题了 不要不讲话 不要不敢表示 追女孩子真的没那么难 追女孩子真的不难 这个我已经回答过一万次了 谢谢董内 谢谢两位 目前看着他的笑容很满足 大家这样下去真的会花太多吗 可以劝劝我吗 你满足了 就够了 好不好 虽然这个 谢谢 谢谢 人马 你要董内给实况主 你弄为满足开心 钱没有不见 只是变成你喜欢的样子 只是你之后不要靠北就好了 我多讲个比方啦 你抖内给实况主 他看到了他跟你讲一句话你觉得开心 OK 够了 可以啊 直啊 可是如果你 是 你懂吗 你是别有用途的 你如果你抖内抖内抖到有一天 他会变成一个女朋友帮你吃懶觉 哦 哦那不一样哦 哦那个就是 哦那个得失心就很重哦 哦看你怎么想嘛 哦 是不是 哈哈我抖他抖他 有一天我按着他的头 哈哈 叫他吃他就出 你不要想太多 好不好 不要说他出 你可能连他的一根毛都摸不到 但是如果你觉得说 我抖内给他 我就很开心 那OK嘛 那没有人可以阻挡了你 没有人 没有人 钱你赚的嘛 你爱怎么花怎么花去 是不是这样子